欢迎订阅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大家知道2019年后,香港形成了一个黄色经济圈 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面,尤其是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里面 是比较活弱的,又或者是和理非,到今天好像很多东西都做不到 唯有来光顾黄色经济圈,特别是那些餐饮业 但是你摆明居马,服务业,餐饮业,零售业 摆明居马是黄色经济圈,你就没有运行 就会被维稳部队去针对,一天都来查牌 还有这个限聚令,还有这个要戴口罩,要安心出行的时候 就无日无之,可能一天三餐,走来查你,搞到你的客人鸡飞狗走 又说你里面挂的东西,连龙牆,可能会违反国安,公仔,报纸 有些人索性就是,我弄个连龙牆,我贴过那些信号,不过你没有写字 看看你会不会来批准我,他不批准你那样,是批准你第二样 黄色经济圈在香港这个当权者,我认为是完全不按这个牌子出牌 甚至是有些无法无天的情况下,你是没有运行的 你摆明居麻,我觉得你的坚持是很大,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做到 各位,今时今日你还可以自由地上网 但是现在有,不代表永远都有 虚拟私人网络VPN是今天上网的必备工具 介绍我用开的NordVPN,它可以保护你的私隐,隐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个国家,总共有5400个服务器,自伏器 没有人可以追踪到你在哪里上网,也不会影响你上网的速度 一个户口,全家大小可以6个设备一起使用 用底下这个网纸,关键词是SAMNGX,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订购两年,最便宜是港币32元一个月,还有一个月免费 30天内不满意的,可以全数退款,向你推荐,挺好用的 蓝色经济圈就不同了 刚刚最近一个事例,对于蓝色经济圈的人来说 振奋人心,所以他们就在网上 全部登出来,怎样去觉得很幸福 就是这样的,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时候 在李渔门的银龙咖啡茶座 曾经被那些反修例的人装修过,破坏过的 他说这个叫做李海胡老板娘高调撑警 也说他的儿子因为政见问题和他反目 后来他还接受新华社的访问 这个李海胡很厉害,因为高调撑警 在较早前获得警务处邀请出席警察学校 学院的结业暴粗活动,为什么他凭什么呢 原来他不单只是他,玻璃珠也是 玻璃珠记得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 很激动,玻璃珠也和李海胡一起出席 和很多高级警务人员合照 李海胡曾经说过我要做警嫂 他有没有老公呢,如果有老公怎么办呢 如果老公不是警察 他又说要做警嫂,老公真是情何以堪 他说要做警嫂,他在网上写了一篇文章 很心情的,很激动的一篇文章 他说李家超年三十晚干顾这个茶餐厅 说了个详细的经过 他说没有想到能够和李家超作近距离接触 高夫,我终于等到了,圆梦了 李sir,我很多谢你 李家超随即回应 我应该早点来 我乃云了,我太迟离了 李海胡听到李家超这番说话之后 心融化了,我哭得更厉害了 哭得更厉害了 对行政长官千里迢迢亲自登门 感谢自己在反收留期间 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警队 更形容实在令我受宠弱惊 配添感动 由于置身梦境一时半响,未回过神内 即是拗到头都烂买 李家超在金钟过来哪里? 李渔门 银龙咖啡茶座 千里迢迢 他哪里来呢?北京?上海? 四川? 还是哪里?千里迢迢 他的座家 一声就到了,李渔门 他哪里千里迢迢 李凯胡姨姨 李凯胡姨姨 有没有那么夸啊你? 包括他写的东西 你发觉到 读卦书 用的字 一时半响,未回过神来 一般人都不懂 有些文采 算是有些文采的 我后来在网上找回李凯胡老板娘的事迹 原来他叫做K姐 原来他 在这个堅了网 堅了网都是建制的网媒 拍了一条片 三分钟网红 在这个一月中的时候 K姐 李凯胡 撑警许乐 今年实现三万布丁 乱景深 好厉害喔 以前每一个警署都会派奶茶 因为这个疫症的原因就停了 现在就搞布丁 布丁 有几片远的警署都会派布丁给警察吃的 拍了一条这样的片 然后就在那里卖宣传 银龙咖啡茶座 希望可以继续为街坊的服务等等 原来他这个回报 就不只是在2019年反修例期间高调撑警 他真的很实质 李吉超去他那间店那里 这间藍店那里去喝奶茶 K姐李凯胡穿着T-shirt 藍色T-shirt 写着什么呢 I love love hong kong警察 love就有个心这样的 红心就白字 I love hong kong警察 原来他就不止第一次受到 这个叫做礼遇 原来娟姐麦美娟也去过 顿炳强也去过 搭着他肩膀拍照 在个facebook那里笑到见眼不见眼 又有警务署署长蔡正怡也去过 还要在这个茶餐厅的海报那里 很多的里面有很多 其他的官员合照的相片 还有那些照片 印着我爱警察的T-shirt 香港警察加油的标语 阿sir我支持你 即是蓝店和黄店 都有这些政治的标语 不过黄店就会被维稳部队去抽情 这些维法国安法 这些宇宙大法会移动你的 但是蓝店就不同了 掛了国旗 五星旗 好像什么呢 这家茶餐厅 好像警察招募的 李愿门办事处 放在这里 真的很厉害 警务署长又有 顿炳强又有看片 阿娟姐全部都笑到见眼不见眼的 就是这样 李家超去到这个茶餐厅 有什么呢 喝热奶茶 赴雨西多 观赏餐厅上面的场上的照片 聆听故事的由来 他自己就多谢对方 带领香港 李海湖 老板娘 带领香港落实和内地通关 他引述李家超的回应 我们一家人 大家都应该这样做 香港就是我们的家 他真的很亲民 离开的时候 要求对方在门外合照 李家超说 我们一定有机会 再拍一张 没口罩的照片 接着 李家超这句说话 阿娟姐 每一句温暖的说话 就像一股暖流 永住心间 让我 内心阳光普照 刚刚才泪崩 稍息的双眼 又再次禁不住 热泪盈腔 真没想到这几年站出来 支持警察 竟可以意外地得到官方认同 K姐 真是尴尬不是自己 是别人 你可不可以这么夸 区区一个特区行政长官 那个叫李家超 来和你 光顺你喝杯奶茶 吃个腐乳西多 你已经哭完一次又一次 还说 内心阳光普照 刚刚才泪崩 的双眼又再次禁不住 热泪盈腔 一股暖流永住心间 如果那个是中央大员 就是好像 习大大 或者不知什么总理 入到你家 习大大去澳门 上次 那个小学生 就分明是妹 就说好像握住手 一股暖流 现在不觉得冰了 这样 这些 是毛泽东时代才有 这样的事情 如果那个是习大大 探你 那你就暈倒在地上 三十几次 起不回身 他的眼睛哭到 腫了一次又一次 你不是吧 超哥来和你喝杯奶茶 一股暖流 一股暖流 长住心中 心间你有没有洗手 我上次 没有洗手 阿顿炳强拍着你的肩膀 拍照 搭着你的肩膀拍照 你有没有洗衣服 他那股味 还留下 这些事情 不要玩 这些事情 就是大陆人才做的 还是假的 大陆人的明知是假的 他才做 用来表态 就是北韩 领导人死 你哭得不够 你要摸口水在手上 塗在自己的臉上 眼泪 才觉得热泪盈康 才表示忠诚 你做什么 你不要那么夸 你自己不尴尬 人家也尴尬 看完之后 那你可以不看的 你怕尴尬 我也觉得很尴尬 就是说出来 这么情心款款 他又要做警嫂 那天下午才要命 怎么也好 Anyway 我想说两种情况 我觉得就是这样 如果要抛个身出来 要说到这么夸 都是人家来喝杯奶茶 你又没什么实质 那跟那些 就是 红色大肥猫真的不同 跟那些 跟那些 回大陆找食 護旗手真的不同 人家有实质钱落袋 去那些二三线 四五线的城市 一场 都很多钱 只要你 表达个忠诚 表达个忠诚 逢偿在外国那些 你要反击他 抹黑肉画的东西 你反击他 那你就行了 人们都不禁要问 老板娘 你这样表态 说到这么夸 你跟着下去 最多就是 人家排队来喝杯奶茶 我想知道 人家的官员排队来喝杯奶茶 那些官员 那些街坊 你原来的街坊 会不会因为 超哥 娟姐 警务处长来 光顾你 就会蜂蜂而至 我想知道 生意会 好 还是没什么影响 只是更加坏了 我相信 各位 可能 这个 有些普世价值的朋友 都会 被知都唯恐不及 我怎会光顾你 老实实 你趕客 进去 嘩 嘩 嘩 那些警察的照片 我坐在那里 喝杯奶茶 都喝不下 吃下去都胃痛 老实实 不要紧 我觉得不要紧 香港地 你可以 撑这个 撑那个 不过你撑黄的 就是黄的 黄色经济圈 你没有运行 你的政见 我是尊重的 你撑警 我是尊重的 不过就是这样 稍微觉得 夸张了些 然后令到人觉得 那个真实的程度 是打了折扣 下次 如果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好不好写个剧本 写得恰当些 不要那么夸张 李家超来到 你已经是 一股暖流 永住心间 内心阳光 普照 然后雷邦的眼 又再哭多一次 你去到这个程度 去到这个高度 下一次 如果感动到 习大大 真的来香港 一定不会 假设性问题 去到这个茶餐厅 那你怎么写好呢 写些什么呢 你既然那个内心 阳光 暖流 已经永住心间 然后就有内心阳光普照 只有一个太阳 那难道你写到十个太阳 不行 所以做事你需要有分寸 不要过分 过了浪之后 你不能回头 下次真的回头 下一次回头 下一次回头 你拗烂头皮 都写不出来 这些东西 是不是 再写个 重做 功课好吗 好 到这里 我继续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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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的channel 把米粉 吃到纸鱼粉 汁米粉 加一点净麵 橙粉 让它固定一点 不要太削 这个就是做萝卜糕 也要几多功夫 很滑,不過我很喜歡吃 這個就加些味道 就這樣,蘿蔔,臘腸,冬菇蝦也不夠味 加少許這個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雞粉 雞粉不懂是味道 可能都是沒有蒸 OK,拌勻它 然後就開始下粉了 放了部分的粉 然後就先攪拌均勻 這個粉已經用東西混合了 這個粉已經混合了 這粉已經混合了芝蜜粉 再加上燉麵 逐點炒 攪拌均勻 好了,接著呢 現在就加這個 剛才炒好了 這個冬菇蝦米和辣腸 接著就拌勻 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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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林圓危機 很奢侈的 很貴的 很貴的 但是 當然是自己蒸好過 街頭 你知道這裡很難買到 適合口味的 這個 去那些什麼 華人超市那些 都可能會有的 不過第一點是貴的 第二點不是我的茶 沒有味道 看看蒸完之後再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究竟正不正 哇 好 就是這樣 那就 嘩 叫給你 嘩 嘩 好重 這個大功告成 就是 小弟要出品的 龍華糕 不是第一次做的 都相當不錯 至少我喜歡 好嗎 因為這個 然後 你沒抓到 拿出來 你不太用 你不太用